現在上播 國民黨有一批人 像指責應該趕快去索禁啦 那太害怕啦 像這樣的一個爆發 你看柯智恩我這個同事 他是笑得燦不燦爛 是很燦爛 但那個燦爛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是說好家債有輪到 輪不到又死人了 這個柯智恩幾乎在想 他傳達是這個意思 其實你看人喔 人就常常就是 心裡頭想什麼 那個肢體語言在表現的 那個最準啊 韓國瑜也好馬英九也好 這兩個一爆的時候啊 社會到時候在看待的 跟國民黨在看待的不一樣 國民黨我們前上禮拜再講說 他會有驚魂的八天 痛苦的八天 他會痛苦到明天 然後再來再延續 可是呢 你看台商會這一場 他一上去以後 韓國瑜這樣一爆 馬英九的想法 你把他想他會好受嗎 馬英九第一個想法是說 你先把他打 我做回總統 你要把他打 我不給你打 油還不行 所以馬英九那個笑臉喔 讓我就回想到2013年9月份 馬王政爭的時候 馬英九出來開完記者會的時候 你看那個隔沒幾天 10月10號國慶日的時候 嘿 王金平戴那個草帽 笑得多燦爛 大會主席嘛 馬英九在旁邊 他笑得多燦爛 那一種笑法 幾乎都幾乎已經忘記前幾天 馬英九拿刀子這樣 捅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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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國民黨的人的笑容 這樣我在看的解讀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當韓國瑜這樣一抱著馬英九的時候 馬英九總共有被突襲的感覺 馬英九實在是痛苦的 馬英九的想法是什麼你知道嗎 馬英九的想法是說 你要把它揉一揉就對了 開始你這個情人把我摸掉了 摸到我想要把你撒開 沒有辦法把你撒開 皱目睽睽之下 你跟韓國瑜喔 這個東西要講實力來證明才有辦法 不然人家會覺得說故意在見風插針 韓國瑜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他第一個對誰開槍 馬英九開槍 因為馬英九動不動就是去講兩樣東西 第一個米九 第二個他談的是什麼 他那個200多個國家的免簽 講免簽就說哎呦你看喔 就是因為馬英九執政免簽 那確實是一個政績喔 可是呢在韓國瑜嘴巴裡面講出來 就是說一天到晚在講200多個國家是免簽 你認為老百姓是都每一個人買得起機票嗎 你不知道很多人都出去到國際上 都是當成詐騙集團嗎 然後呢師傅跟他講說 多可恥啊 當年你看也沒有多久的時間而已 韓國瑜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相信馬英九或者國民黨人一定會覺得說 他會出一個 出一個敢跟馬英九搶這個賭 那所以你說馬英九會作何感想 所以呢韓國瑜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因為他也沒有想到說他會選上高雄市長 也沒有說有一天啊 現在變成中國國民黨的總統的一個參選人 代表中國國民黨 所以當年的韓國瑜其實是 已經那麼小咖的時候 是極度看不起馬英九的 所以現在馬英九展現他的高度來了 來了但是他當個工具人 他不可能讓你韓國瑜愛怎麼抱我 你如果你要把他沾一下 馬英九還要讓你沾一下 沒在空氣 所以當這樣的碰到這種場面的時候 我覺得馬英九 他表現得算有高度 他畢竟幹過八年的一個總統 所以呢 當韓國瑜首要去的時候 你這支手看得知是韓國瑜的啦 賴斯堡這支手看得比較乾淨 這支你知道嗎 所以他很明顯的 故意就是要躲掉那個韓國瑜 這就代表說 這樣形容不好啦 還是有心結 兩個人彼此還是有心結 當韓國瑜去擁抱這種草根的時候 當韓國瑜去他們黨內製造 這麼多的一個對立的時候 他本來就開始意識到 他這樣的一個對立會趕走很多人 可是他趕走 當初他為什麼會這樣 韓國瑜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他對待馬英九的方式 難道他不知道馬英九背後有一些 比如說有比較知識分子 或所謂的大家 大家談的說什麼 在經濟難知識難這些選票嗎 韓國瑜全部都知道 可是呢他非做不可 為什麼他必須要符合 他所謂的最堅定的韓粉這批人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 韓粉真的是韓國瑜控制不了的嗎 我都非常懷疑 我一直的想法邏輯就是說 韓粉會做些什麼 會去攻擊誰 都不是韓粉的意思 全部都是韓國瑜的意思 因為你既然是個王 你那麼多粉絲跟著你 他就是死心他地跟著你 什麼這些人都是支持你的 然後做出來的行為 都是要害你的 你跟他怕什麼也不相信 啊有這種粉 比如說有上衣服有上粉 然後你的支持者 全部意見都跟你不一樣 然後他全部都死心他地跟著你 天底下哪有這樣的一個 我一定叫他們不要攻擊你 哪有這樣的一個王啊 所以我反而我會覺得 因為剩下明天啊 剩下明天 我相信郭台銘就必須要去攤牌 明天你要不要登記 馬上就見真章 那在明天之前 韓國瑜最需要的就是訴求 團結 因為如果韓國瑜明天 他所宣布出來的 就是他去登記 到中選人去登記 說我要去做 開始做聯署的一個動作了 對 你說韓國瑜怎麼辦 當郭台銘登記下去的時候 又缺了一腳了 你不可能說 沒有關係 韓國瑜拉大的選票 全部都不是中國國民黨的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 那你早就該放鞭炮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動作 去應爆這個馬英九 我覺得都非常合理 只是說啊 爆得讓馬英九痛苦不堪 心不甘情不願 可是馬英九的高度做足了 畢竟他幹過八年的